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凡志宏 在昨天F1C過後 市場一律消除了嗎 今天算全面轉強了嗎 待會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第二段 好久沒有講第二段了 第二段的部分就要跟大家聊聊 F1C的重點跟接下來要關注的事情 重點是公債ETF還可以買嗎 待會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部分 今天指數漲了363.85點 1.68% 貴買也漲了1.81% 店子漲了1.86% 金融也漲1.3% 那整體真的是轉強了嗎 我們先看指數 指數今天是收最高 對今天收最高 然後量能是3277億 是有大於月均量的3196億 雖然大於月均量算是不錯的量能 但是今天又不到所謂的關鍵K的一個強度 所謂關鍵K就是要特別的大爆量 要突破關鍵架位 或是說特別強的一根K線 具有特殊意義的K線的第一點 就是海村當作接下來的防守點 但是今天這一根並不是 海村稍微講並不是 那昨天其實在哈拉秀直播裡面也有提到 今天要嘛是你要大補量 4000億 4500億 直接站回季線 要不然我都還是會定義為區間 所以今天雖然大漲 但是還是只能定義為區間 只能定義為區間 只是區間變好了一點 因為時日線 鍵上在扣低之後 今天時日線 藍色這個時日線 看到箭頭你往上了嗎 所以說短線 時日線的支撐開始出來了 但是月線雖然站上 但還是下壓 只是這個月線目前扣低位置在哪裡 在前面這邊不算太遠啦 所以還是有機會走平轉撐 然後當然說月線真的要扣低 大概還要12345678910 所以要到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 9月的第五週 今天是十幾號嗎 9月 沒有要到10月3號 月線才會扣低 所以等於說要過兩個月 兩個禮拜 月線才會正式的走平轉撐 所以等於說接下來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概最好最好的狀態 我們不求直接突破 因為季線壓力還在嘛 至少我們就是希望它在月線跟季線之間 去做震盪整理 然後持續去醞釀下一波的攻勢 當然有人會說 到底降其兩碼 為什麼導致市場會碰成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可能原因就是因為 前幾天大家都縮手 都不敢買 甚至昨天大家還擔心 F1C會有大跌的狀況發生 所以該賣的賣賣減碼的減一減 所以它的使用率就降下來了 現金都回到手上了 所以今天看盤沒有問題 就開始回來烤股票 烤著烤著就烤出一根長紅棒 因為今天其實很多股票 要嘛是盤整盤整今天紅棒第一根 要嘛就是今天帶量佔回月線 帶量佔回季線 今天這種股票還蠻多的 當然接下來就要看 這個回補的力道 在明後天可不可以持續 那一定會有人問說 海神不是矛盾嗎 你不是說這區間整理嗎 那為什麼個股還有機會走延續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指數 反映完這些東西之後 會怎樣 會進入震盪整理 那進入震盪整理 接下來就要看什麼 個股的輪動嘛 所以指數整理 中小型去做輪動好不好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指數呢 就是也不用大漲也不用大跌 就是錢都好好灌到中小型 我們的持股你們的持股手上 這樣就好了 那當然還有一個理由 也支持了海神認為 接下來中小型股 有機會持續表現 就是多樓加速的部分 短線呢 出現黃金交叉 有沒有即時感 就前面這一波嘛 黃金交叉嘛 黃金交叉呢 這大概說一方面就是 反彈 進入到了中期的階段 那所以接下來等於說 短線的紅線這部分 短線多樓加速 還沒有接近過熱區之前 見上對於多方都還是有利的 都還是有利的 所以為什麼中小型股 在接下來還是有機會去做輪動 那再來就是長線多樓加速 昨天呢 空頭加速長線 是進入60%以上的過熱區的 所以等於說長線來講 改跌股票又多跌了 當然說沒有預期到說 今天會直接的轉強啦 那但是至少今天看到了下彎 看到了下彎 那多樓加速也有上升 也代表說短線黃金交叉 即將黃金交叉 長線呢 結構也開始有所改善 所以呢光這兩個點 加上指數目前 氣氛稍微好一點 所以從小型股的輪動 勢必開始會有一些好轉的跡象發生 除非又出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今天晚上處理 世界性人數突然爆高 導致市場又掉下去 那這個原因 待會我們我們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當然啦 今天還是要 勉為其難大聲一下 就是海淳又聯軍啦 雖然說前面買很低 大家知道嘛 就是8月初那時候 我們先買季線 後來站回月線之後 我們又加碼 站回月線之後我們又加碼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 就是9月初 那一根大跌 我們就先主動的降部位 雖然說今天追回來 這個幅度差得很遠 但是呢 聯軍 基本上昨天在哈拉秀也跟大家講 不只是聯軍啦 那當然說聯軍為什麼海淳今天買 很簡單的原因 這個原因好像不太能講 反正簡單的講就是下禮拜一 他現在目前被分盤 下禮拜一要放出來 我只能講到這裡 然後剩下就給大家去思考 因為這個就留給索馬學員了 這個畢竟比較細部的操作的東西 就留給索馬學員 為什麼就留在索馬學員 那邊跟大家講 另外當然就是 昨天有講到了3013的成名店 那今天就很標準的 帶量站回月線嘛 那我們就是不用多說 我們就是直接就加碼 我們就直接就加碼 大概就這兩檔 那其他就不能買 因為有一檔是新的標的 那還有一檔呢 是高屆會員的學員的標的 那都是轉強 那另外一檔 今天新買的標的呢 是可以給提示啦 是車用的 是車用 昨天有提到的車用概念股 那當然說這個標的是哪一檔呢 就是今天已經告訴索馬學員了 週報學員應該也知道是哪一檔 因為目前車用推的就兩檔 所以不是A就是B 不是A就是B 應該算比較好猜 好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那接下來中國大事 大家說F1是已經結束了 那所以今天晚上有 處理失業基金人數 那明天早上還有日本的利率結社會議 所以指數呢 還是有可能受到這些數據 或是利率會議的結果的影響 所以大家在持續留意盤面啊 那鍵上就是希望這個盤順順的 讓海豚大會員再賺一波啦 那當然你想要加入海豚的話 可以利用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因為畢竟接下來海豚是第一層陌生段 陌生段來說 操縱難度會比較高 選股難度也會變高 那你真的不會選的話 歡迎加入海豚 不管是週報索馬 還是簡訊會員都可以 那我們待會第二part 我們來幫大家解讀FONC的重點還有公債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